我们今天带大家看的这套房子是开发商Taylor Morrison的一个样板间 它的小区已经完全受空了 这是最后一套样板间 它现在在销售 我们带大家进去看一下 这套房子它是一个四卧两层独栋别墅 它的所有的卧室都是在二楼的 所以它的一楼就非常宽敞 一进门的右手这里就有一个像衣帽间一样的设计 它用的是楼梯下面的位置 然后它的楼梯也是转角的这种设计 而不是直上直下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进门之后左手的这个 应该是一个半御洗手间 也带窗面积还是挺大的 在洗手间的旁边也有一个额外的储藏室 Linic Closet 进去之后就是它非常宽敞的生活空间 标准的美式开放式厨房 那我们先看一下它厨房的这个设计 整个小区呢是在我们的Clearmont市 稍后大家点评的时候 我们也会给大家详细的讲 就是这个房子所在的位置和小区的配套 那么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它现在的这个户型的设计呢 是用的是台上盆以及就是这种非石料的 这种Laminate设计的篮面 说实话现在在奥兰多地区已经比较少见到这种材料了 但是整个开发商为了把这个制作成本控制下来 它使用的材料呢也就比较普通一些 包括它的家电都是用了 就是现在比较少见的黑色的这种颜色了 地板是全瓷砖 那么客厅呢使用的是地毯 它所有室内室外的门都是标配六尺八的这种门 我们来看一下它厨房旁边的这个设计 这里是一个非常大的pantry 然后是通向双车库的门 然后还有一个job zone 我们接下来带大家到楼上去看一下 它的二楼所有卧室的设计 这套因为是样板间 那么所以除了它的家具之外 它所有的东西都是所见即所得 上楼梯口这个有一个像走廊一样的设计 把它的主卧和大部分次卧分开了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左手的几个小卧室 卧室衣面积还是比较大的 它放的是一个一米四的双人床 也就是我们说的full size 烘调机的工作室 一个共用的洗手间 双台上盆 然后材料也是用的这种laminate的设计 第二个次卧面积差不多大小 它所有的门都是六尺八的 所以这里大概可以对比一下层高 这是洗衣房 洗衣机和烘干机预留的位置 继续往前走 这里就是最后的一个第三个次卧 它设计了一个非常好看的公主房 然后这里就是它的主卧套房 主卧套房的面积还是比较宽敞的 在主卧套房的最里边呢是一个布路式的衣帽间 衣帽间的大小也够 当然也要看人 对于很多朋友来说 衣帽间永远都不够大 这里是双台下盆的主卧洗手间 主卧洗手间的面积就比较局促一些 这是带隐私门的马桶间 后面是一个冲凉房 这个冲凉房的面积并不是很大 非常像很多次卧的这种冲凉房的大小 也是双台上盆 然后这里使用的材料也是laminate的 那么下到一楼之后呢 我们最后来看一下这个房子比较大的一个亮点 就是它的室外的景观 它的室外有一个这样小小的pateau是带顶的 那么前面也是有半扇篱笆 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小区 这个房子地块的大小 实际上在二楼主卧的床上 是可以看得到这个水井的 这应该是算一个池水池 这应该算一个poundville 整个小区也都已经建设完毕 那么我们和大家其实介绍了非常多的 就是在高速429附近Avalon Road上面的一些开发的新盘 那么在我们奥兰多地区呢 它虽然隶属于Winter Garden 大部分时候被我们叫做是Horizon West 也就是Winter Garden沿着429沿线 这些比较新的一些社区 那么如果大家最近在奥兰多地区看房的话 你可能知道 在这一片的这些社区呢 其实是非常火热的 大部分的建筑商开发商 它的新盘差不多50万以下 甚至60万以下的房子 基本都是排队 排队 限购 抽签 各种难买 就基本上是没有货源 森多州少的一个状况 那么很多朋友也就表示了 在这里面买房子实在是太费事 太费心了 就问有没有在这样同样的价位 别的地方可以买得到的 那么我们今天带大家看的这个楼盘呢 它在Clairmount 它就是在我们Winter Garden Horizon West 再往西 有一条公路叫做27号公路 在这条公路的沿线 27号公路呢 实际向南的话 是基本上连通了其他的一些高速 可以一直到Miami 所以也算是当地比较重要的一条公路 那么在27号公路上 它是一条南北线 而且是在这一片都是六车道 也就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 它整个地区是 就是对日后的发展 还是充满了信心 已经做好公路上的准备了 那么在这一片呢 如果你亲自来看房的话 你也会意识到 基本上奥兰多稍微有一些实力的开发商 都已经在这里买地 很多时候这里的情况 就是现在社区商业发展的各方面情况 会让更让大家觉得 有一点点像五年七年前的Horizon West 那么它的价格当然也要去相对 其他的Horizon West这些新盘呢 要优惠很多 像如果是四个卧室的 这样的独栋别墅在Horizon West 就算后院没有水井 也要4042万左右 那么在这里呢 你35万可以买得到样板间 但是大家要同时意识到 就跟我看完房子之后 你可能觉得就是小区的定位明显就要低 包括他选用的这些 台面呀柜子的材料 以及他的这个楼的这个房子的层高 他的门的大小这些设计都看得出来 开发商是尽量的压低自己的房子的成本 所以从用的角度上来说呢 可能很多朋友就觉得这个房子并不是那么实权实美 实际上没有一个房子是可以说实权实美的 很多时候我们的客户都感觉 不管是30万的预算还是300万的房子 300万的预算 看到的房子好像都觉得欠缺了点呢 是什么 那这样子的房子呢 因为它地理位置以及各方面的因素 就如果你是追学区房的话 这肯定不是你的最好的一个选择 因为这里的学区就是从奥兰多地区来说也并不是我们常想到首选的一些好学校的区位 但是这样的地区的房子呢也并不是说就它就不安全不好 我觉得一个地区房子好或者不好好区 很多时候要取决于买家的预算以及买家的一些需求 那么在很多朋友在这里看房子呢 实际上就是选一个物美价廉的投资房 特别是那些放长线做出租投资的朋友 比如说你是打算持有这个房产十年之后 我就是做长线 那么我这个房子这个这一片区 从公路以及宏观开发各方面 我觉得它日后会涨 那这样的房子很容易买 那么今天其实也带客户专门 就是看了周边的一些房子 销售情况都非常快 即使是在这样子的就是 让我们觉得好像石头台面呀 细节做的不够十全十美 一样是有非常多的买家 你如果买了它之后的话 做投资房的话 租客也是会非常喜欢 这边其实是有很多迪士尼的就是员工 在这里会租房子的 那么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套房子呢 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它的价格是35万7千美金 它刚刚放到市场上面 它的开放商是大家都比较喜欢 比较青睐的Taylor Morrison 那么如果你在奥兰多地区 或者在其他地区知道这个建议上的话 这它的质量还是非常有口碑的 然后这一套房子呢 我会把房子相关的一些硬件的细节 都罗列在视频下的简介栏里面 按照常规 我特别要跟大家指出的一点 就是这个小区是有会所 有游泳池的 不是很大 不是很但是确实是有的 它的物业费是奇低无比 它的HOA每年只有460美金 每年只有460美金 它的物业费是460美金每年 它的CDD呢大概是222美金每年 对的你没有听错是每年 它的房地产税 那么我们开发商给我们提供的预估值 大概是房价的1.3% 所以说如果你是放长线来投资这个房产做长租的话 这个房子持有成本就是非常理想的一个房子 你可能租的没有Horizon West的房子租的那么高 你可能短期的升值没有像Horizon West升值的那么快 但是你的持有成本也非常的低廉 所以也是另外一种投资方式 而且35万的房子可以买到36万 基本上36万美金你可以买到一个四卧的 可以说是有点水景的别墅啊 你觉得这个房子怎么样 如果你喜欢这个房子的话 点击视频下的警戒栏 里面有房子相关的一些信息 包括建商 包括小区的位置 户型 面积等等 以及我的联系方式 如果你不喜欢这个房子的话 也没有关系 记得关注我 我们下次看更多不同价位的奥兰多水景房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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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